大家好,我是小编辑,点击订阅和开启小铃铛哦 溃疡窗或口窗性溃疡是口腔溃疡的常见形式 它们表现为白色或淡黄色的窗 外边带红色,可以形成舌头或口内 发生在舌头上的口腔特别痛苦 什么原因导致口腔溃疡呢? 很可能是由于感染或者各种食物引起的 比如巧克力、鸡蛋、咖啡、坚果、贝类或辛辣的食物 是潜在的触发因素 或者由于硬牙刷、牙科工作、咬舌或内颊 或者口腔疼 口腔和牙龈的刺激也会鼓励口腔溃疡的发生 首先小编要建议大家 避免可能触发的食物或使口腔溃疡恶化 比如不要吸烟喝酒、使用软的牙刷 此外一定要确保你吃健康的饮食 含有大量的新鲜水果和水菜 压力也可以使溃疡出现 并不总是可以避免 尽可能放松并有效的管理你的时间以减少压力 小编在这里推荐大家一些简单有效补救措施 可以帮助你解决口腔溃疡 一、用盐水冲洗 这是一个简单治疗口腔溃疡的方法 将盐溶于相当温水中 然后放在嘴里漱口 不要使用热水 一天至少做三次 盐水冲洗非常有效 它能够帮助去除疼痛中的业务 使其收缩 使其不容易摩擦 而且还可以杀菌 二、利用小苏打 小苏打或氨酸氢钠 具有抗菌特效 有助于中和口腔中多余的酸 它也有助于抵制口臭 通过混合大致相同 数量的小苏打和水来制作成胡状物 轻轻的将它应用于口腔溃疡的地方 保持至少十分钟后 冲洗即可 再来就是甘草 口腔溃疡时可以通过含有甘草提取物的贴片 也可以有效的改善 你也可以把甘草粉和水混合在一起 将它制作成素口水 或者直接将甘草片来对付口腔溃疡 如果你怀孕哺乳或者患有高血压或心脏病 请你避免食用甘草 再来就是蜂蜜 蜂蜜具有抗菌和舒缓的特效 沙蒂阿拉伯的研究人员在2014年发表一项科学研究中发现 蜂蜜是治疗口腔溃疡的最有效方法 比标准的皮质类挡固醇 药膏有效得多 首先用清水酥酥口将一些生蜂蜜直接涂抹在口腔溃疡的地方 如果有帮助的话可以使用棉花牙 试着不去舔它每天至少做三次 通常如果蜂蜜在你睡觉前使用 那么蜂蜜的效果是最好的 因为这种天然的成分往往会更好 用蜂蜜代替咖啡或茶里的糖可能有助于预防口腔溃疡 所以大家可以试一试 再来就是用丁香油 丁香油可以用来缓解牙齿或牙龈疼痛 它含有抗菌化合物丁香氛 但是丁香氛可以减缓血液凝血 所以如果你有出血的牙龈 不要使用丁香油 希望小编推荐给大家这几个 简单的改善口腔溃疡的方法 大家都学到了 今天小编就分享到这里 别忘了点击订阅和按赞咯 我们下期见